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夢 歡迎回到做江草的超能力 最近呢要在網路上 封傳一位正妹跳遠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到台體大 看她練習一下 那我們歡迎佳佑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佳佑 我是田徑三級跳遠運動員 佳佑畢業於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專精田徑項目裡的三級跳遠 使用在抖音裡分享生活 日前上傳了自己三級跳遠的影片 獲得廣大的迴響 而長上青春的她 還有在當模特兒喔 今天就來更多的認識她吧 佳佑妳身高真的很高耶 妳身高大概多少啊 我167公分 身高這麼高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當模特兒 對啊 我當模特兒已經有10點了 是從國中的時候就開始當嗎 就是身高高啊 腿長的話 那超人這個項目是不是也比較有優勢 有 比較有優勢 但是如果說爆發力好的也會有優勢 那妳目前啊 就是最厲害的成績有哪些 身高運動會 冠軍 大專盃 三連棒 那待會呢 我們就來一起看她練習吧 好 I can't be where you today I can'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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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看完你練習也太帥氣了吧 那想問你一開始是為什麼會喜歡上跳遠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所以我在跳躍這個部分我就會很活潑 然後會蠻有動力的 那其實加油的專精項目是三級跳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後來是選三級跳這個項目 因為其實是在比賽的時候就發現 比三級跳的時候我的成績還不錯 所以就繼續練到我第一眼 三級跳遠是很冷門的項目 那技術就是前面兩步是要同一隻腳 後面一步就是要另外一隻腳 飛管右 左左右 不然就是右右左右 你說因為今天拍攝的關係所以 沒有全速 全速的距離我應該會跑三十六三十七公式 那這一次我應該可能只有跑四五步 就做氣跳 全速的話基本上來說距離就要更長 更 更長 而且我剛剛其實有跟你私下聊天的時候 聽到你說你好像平常練習都是五六點就開始 那是成潮 然後下午的時候大概是練四五個小時這樣 那等於說就是一天當中蠻多時間主要都在練習上面 對 會不會覺得會犧牲掉一點自己的時間 因為其實我覺得當運動員就是 每天都要固定訓練 自己的肌力跟耐力會比較有幫助 哇運動員真的是 對於運動這件事情很有熱情 嗯 你之前有在比賽的時候受傷 或者是平常練習的時候受傷過嗎 之前高中的時候在全中運之前前一個月 在練籃架的時候 踩到籃架然後扭到腳 扔到中一半 好痛喔 就是一直很堅持的想要比全中運 然後那時候就硬比 但是也只有比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原本有機會前三 那時候就是很難過 然後到後來就是大學這一段時間 可能大一就是一直都在修復期 就一直在加強自己的核心啊 就從大二開始就開始曾經慢慢有上來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為受傷之後就會放棄 但是我就是讓自己不要那麼負面的提升自己 才有這樣子的成績 所以你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跳遠 有想過 那中間是發生什麼故事嗎 中間也是因為受傷啊 腳一直租地進膜也就不能練習 可能有跟教練就是有溝通 就是其實要信任他 他說可能是因為我不習慣這樣子的課表 所以我們就有做調整 那你有沒有遇過比賽之後 你自己覺得你最喜歡然後最強勁的對手 有但是我覺得最強勁的對手應該是我自己 喔 我說 我覺得比較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就是要讓自己一直有突破的那個階段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你 應該是你在抖音上面那個爆紅的跳遠影片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影片 因為我想說 就是可能也是畢業了 所以我就想說 把自己曾經在學校訓練的一些影片 就是PO上網 然後讓大家去看一下三級票這個東西 那你那時候爆紅之後你的心情是什麼 不知所措呢 有沒有一些是 欸 難省吃啊 我平常是可以 有瘋狂追求者 上次會一直一直密我說 欸 你接好嗎 什麼三餐問號 然後也有 就是想要我的原位褲子 啊 不行吧 不行 這個不行不行 不行 家又除了就是 運動員的這個身分 是現在國中的時候 有兼職當model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就是 開啟了這一扇門 我其實那時候是比400籃架 然後得名之後 就有一個記者來訪問我 就上蘋果日報 從那一次以後就是很多廣告啊 記者常常都找我 還喜歡這樣子的model的生活嗎 我喜歡因為我 我蠻喜歡拍照的 所以我就會一直去 做有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那你未來的方向 你會比較想要專精在 演藝模特這一塊 還是還是會比較想幫在 運動員這一塊上面 其實這兩個都會 平均 然後再另外做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覺得模特他不是一輩子的工作 這個是我想的比較遠一點 就是像佳佑這麼 才貌雙組的女生 那你喜歡什麼樣子的男生 對 他也希望是 也是要會運動的男生嗎 或是相同性的嗎 不一定 就是不愛玩然後貼心 會做夾飾 其實都還可以吧 這樣就OK嗎 不用說 不用太帥 不要太帥 為什麼為什麼 會有壓力啊 會有壓力嗎 不會啊你也很美啊 不用擔心啊 太有壓力就好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追 譬如說對不對 追求這個運動的夢想上面 你有沒有畫什麼想要鼓勵他們 我希望他們就是 不要忘記當初的夢想跟目標 你一定要去堅持你自己的路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佳佑 如果喜歡她的朋友呢 可以到她的IG 抖音粉彈幫她按讚喔 那也歡迎訂閱做江草的超能力喔 那如果你們還想知道 什麼實驗女神的故事的話 也歡迎在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天謝謝佳佑 拜拜 拜拜 拜拜